大米中倒入一袋纯牛奶 出锅就变成一道超好吃的小顶心 这话简单 好看也好吃 首先在大盆中倒入300克大米 加入多一些的清水 先将大米淘洗干净 然后再倒入清水 摸过大米 给它浸泡一个晚上 这是泡了一夜的大米 用手一搓就碎就可以了 用漏勺控水捞出来 倒进破壁机里面 接着加入200毫升的纯牛奶 启动果酥键 把它打成米糊 可以多搅打几遍 米糊也会更加的细腻 将打好的米糊倒在大盆中 加入50克白糖 3克高活性干酵母粉 糖的用量 可以依自己的口味来调整 搅拌到酵母粉融化 再倒入120至140克的普通面粉 这里面糊一定不要调得太稀了 那样不好成形 最后看一下 像这种光滑细腻的虫面糊 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 先花到两倍大 下面准备一把洗净的红枣 切一下 去掉枣盒 再改刀切成小碎钉 收入碗里 这里我又洗了一些葡萄干 面糊也划好了 里面好多的小气孔 往里面加入红枣钉和葡萄干 再顺着一个方向搅一搅 排出里面的气泡 然后瓦一勺 倒在刷好油的盘子里面 不要装的太满 还要醒花呢 表面整理的平整一些 放入蒸锅里 二次醒花15分钟 看到体积比之前明显变大了很多 就说明醒花好了 在上面撒一点葡萄干和红枣碎 这样看上去更漂亮 最后再来点黑芝麻蒸香 盖上盖子 水开以后即时 蒸上30分钟 关火后焖上3分钟 打开盖子 哇 一股米香味扑鼻而来呀 不烫手的时候给它脱膜 再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咱们的大米糕就这样做好了 松松软软的 米香味特别浓郁 吃起来松软香甜不粘牙 做法也特别的简单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 私做一下 是